手指甲里面有细小黑线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李朝红 西音室红卫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手指甲里面有细小的黑线 这几年临床上也建的比较多 最常见的就是外伤 有些人就是外伤 或者有时不太经意的 敲东西敲桌子干啥的 这种都可以引起的 它是一条细线 但可能发生的时间比较短 下面有淤血 这个经过不是太长的时间 一两个月它慢慢的可以好 可以吸收了就好了 再一个就是甲母质瘤 一个甲母质的质 这个要进行皮肤镜的检查 要是个质 也可能是甲母质瘤 要是质的话 可以做手术切除 切除的时候送个病例 检查一下它的性质 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有恶性的 一般没有啥自觉症状 它说也是突然中发现 咦 这地方咋黑了 咦 过一段时间咋又发展了 要是有短时间发展比较快的这种情况 建议还是做皮肤镜的检查 要防止是这个甲母质瘤 或者甲母质质 一般的就是 有些人你将它回忆一下 比如说它有过损伤 前前这地方有过疼痛什么的 这个就考虑是瘀血 引起来的可能性大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